有人說自己是 有人說自己是 我是小強 打拔死 這個名字這麼厲害 幸好我當然不喜歡 現在也沒有說喜歡 不過我發現 一開始不單止是我自己 有人說自己是 有人說自己是 我是小強 打拔死 這個名字這麼厲害 你記得這個名字嗎 當然一開始是想笑我 是負面 但如果我是用一些 不是很好的方向 或者稱號 或者感覺 但亦都能吸引到一些人 其實是呀 Tommy也行 我也努力一點 哪怕是一個人 2002年出了一張碟 然後2006年就沒有E-Kiss 然後我就在澳門那件事 當年當然很想澄清 但大家認為你是錯的人 你們又說什麼都沒有用 有想過自殺 有想過跳下來 有這麼負面 我完全明白 完全理解 所以 當我問 不如我們要約一個訪問 約一個專訪去說 我記得當時 阿伯芝也有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算了 你現在說什麼都錯 你不要說了 到有一天 大家重新會願意認識你的話 你先慢慢說 因為你那一刻說什麼都沒有用 但當然很委屈 但既然都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特別說過 好像說到今天了 我多謝你們 願意去聽我說一些 可能只是說這一刻 我就可以慢慢說 但我發現原來不需要再說 當然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段時間 但我覺得還有什麼需要去澄清 需要去說 沒所謂 仍然都是你們覺得 是就是了 但我已經在做另一件事了 我住過劏房的 其實那段時間就是 一來收入不高 亦都不好意思再叫家人給錢 你租一些很昂貴的地方住 那時候在06、07年 其實亦都有點像是想懲罰一下自己 那段時間就覺得 為何會自己會這樣 亦都覺得 不要緊 我們想辦法離開這裏 有一下醒了 但你中間那一年時間 其實你在那些地方 其實你越住越退 我不行 我要試 我要去做 首先我離開了這個地方 因為離開了這個地方 令到我很消極 最後都是離開了 都是住一些堂樓而已 但起碼你不要 屈住在那個空間裡面 我真的打算轉行 那我就找一些 不會有人看到我的工作 最好是什麼 就做電話頭住 那個畫面永遠都記得 就可以進去 然後就轉動了 咦 喂 Tommy 我進去 一秒就立即U-turn 的人立即出回那個學校 就是你一個上班的地方 突然間百多二百人認得你 那一下我就真的太大壓力了 我就轉責離開 你可以說我沒有膽 沒有用都可以 那一下就做不到 其中一個分享的經驗 人們經常說 Tommy你正經找一份工作 有的 有試過的 但不成功 一直直到一二年 就遇到他 但其實頭兩三年 我們都捱得很辛苦 就是剛剛開始摸索起步 我想真的到了一四年 一四年中一四年尾 就開始慢慢建立一些東西 E-Kiss對我很重要 因為我到現在 我都非常愛這個稱號 這個組合 永遠都是我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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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 就在那一天 也就想要